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簿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一半生一半死 生死簿上只给了这六个字 而这六个字啊 却已经是李高楼忍受着无比痛苦的反噬才得到的 尤其是因为这一次的反噬 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后背再度撕裂 此刻微微动一下都是疼得要死 不过李高楼还是咬着牙爬起来了 现在时间紧迫 没时间让他休息 尤其是事情变得如此的诡异 王红说 老板你没事吧 这让李高楼本来意识有些模糊的脑子 重新出现一丝清明 阿聪也说 不行的话我们走吧 明显他也非常担心李高楼 吴大利这会儿完全不是该说什么好 就差转身跑路了 四周显得有些昏暗 这样一个地下宫殿 如果不是因为外边塌陷的关系而进来的火光 加上雨落下来的声音 那一定会让人以为自己身处在地狱之中啊 吕天忧跟吕天子奇怪的关系 神秘的大风果 还有这无法理解的巨大蜘蛛 这一切的秘密 好像都在这扇门后边 然而半生半死 却如同一把利剑悬在李高楼的头上 任何时候 行动的前提是得保存自己才行啊 这一点李高楼非常清楚 因为他知道在自己的身后 有着太多的眷恋和守护 就是在李高楼如此犹豫的时候 王洪却仔细地看着面前的这扇大门 石门之上随着手电筒的光线完全被照亮了 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八卦图 华夏的文化之中啊 八卦代表着很多 而在这个八卦图的两侧则是两个手印 看样子这两个手掌印 应该就是打开这扇门的机关 李高楼深呼吸了几口 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 进 随着他这话说完 他目光也看到 这门上的两个手掌印机关了 让开 我来 既然自己已经做出了决定 所以李高楼也不想连累到 王洪跟阿聪他们 说话的同时 他让王洪站到一边 然后他鼓足勇气 将自己的左手跟右手 放在了两个掌印机关上 气氛好像要凝固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等待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 不过过了好半天 却一点东西没有 微微皱着眉 李高楼好像明白了 这扇门没办法用这样的办法打开 我来试试 阿聪也猜到门没打开的原因 李高楼想了想站到一边 结果阿聪试了试 门依旧没打开 阿聪无奈的摇了摇头 不行 应该不是这样打开的 当即王洪跟吴大利也都试了试 虽然说每个人心里边都犯着嘀咕 不过在这样的观念时刻 战胜好奇心好像没那么容易了 四个人尝试之后的结果都是一样 谁都没办法把门打开 这让李高楼靠着旁边的石壁都没主意了 进入这扇门 说是一半生一半死 他可以接受 并且明明自己都鼓足勇气 那我进去 可是找不到进去的办法 这让人郁闷 吴大利哭蹭着脸 大哥走吧 他现在一点发财的心思都没有了 赶紧活命吧 甚至这小子想象力还挺丰富 心里边已经嘀咕 是不是阵扇门打开之后里边就是地狱啊 奈何桥了 不是说了吗 要走你自己走 阿聪的一句话 让吴大利一度的苦水都没法倒出来 他一个盗墓贼 又不是考古学家 门里边有什么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旁边烧几张东西出去就完了 干嘛这么麻烦呢 就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 李高楼突然说了 我明白了 这一颗小李同学恍然大悟 说话的同时 他紧紧的看着王红和阿聪两个人 此时此刻的脑海之中的想法是突然产生的 就是因为之前在丰都找见的那个老祭司 李高楼记得很清楚 他说过如果要进入失落之地 必须得找到一兄一级两个人 正是如此 他才会让王红跟阿聪啊 不远万里赶到这儿来 可是貌似一直到现在 这两个人没派上什么用场 那么如果老祭司没说错 这两个人的作用 应该就是在这体现 你们俩一人握住一个机关 李高楼马上说着 并且迫不及待 想要印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王红跟阿聪 他们俩都有点惊讶 但是马上也激动起来 他们也明白李高楼的意思了 吴大利站在旁边 心里边直犯嘀咕 还在那盘算自己的小蒜盆呢 他还想着是不是有机会 偷偷带点什么出去啊 他左瞅瞅右看看 得找个小物件能藏下的呀 实在不行 把这几个人全丢在这儿 所以说呀 永远别指望一个盗墓贼的良心 说到底 盗墓贼他也是个贼 李高楼他们当然不知 吴大利此时内心的想法 王红跟阿聪两个 已经按照李高楼所说的 把那个两个掌印给握住了 阿聪低声说了一句 用力 随后他和王红两个人 使劲朝下一按 咔嚓一声 谁都没想到 就像是石头错开之后的撞击声响 然后就在李高楼他们的注视之下 这扇门打开了 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啊 王红跟阿聪甚至都没来得及 兴奋 跟着就是脸色大变 因为随着这扇门的打开 他们两个人完全被锁住了 他们的右手都被门上出现的石槽给卡住了 根本没办法抽出来 老板 老板 王红大声喊得起来 李高楼也吃了一惊了 马上过去帮忙 想要把王红的手 从那石槽里边给拿出来 然而这个石槽非常坚硬 卡得死死的 王红都要哭了 老板 我是不是要死了 旁边的阿聪也拼命的挽回抽手 但根本无济于事 李高楼现在没时间回答这么消极的问题 尤其是他注意到这个石槽还在继续收紧的时候 他也来不及多想了 将自己的右手也伸进去 试图把他卡住 结果因为这个动作 卡是卡住了 他自己的右手也被卡在里边了 事情虽然听起来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滑稽 但事实就是如此 李高楼的手也被卡住了 而且无法动他的那种 门打开了 结果除了吴大利之外 其他三个人都被卡在门上了 谁都动不了 看着眼前这一幕吴大利的脑瓜子吻吻的 他觉得自己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啊 要不然的话 刚刚才想着 是不是想办法把他们仨都扔下 自己拿点宝贝离开 结果现在机会来了 而且这么好的机会 他仨谁都动不了了 哎呀 你们都是猪吗 你们呢 吴大利大笑了几声 没人可以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那个爽 尤其之前阿聪一直还拿着把刀 在自己脖子上比比花花 好 现在好了吧 啊 卡死在门上了吧 出不来了吧 动弹不了了吧 你那把破刀呢 不过李高楼跟阿聪他们 可没时间理会这小子 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赶紧脱身 吴大利则当即转身 开始把旁边的一些石器呀 宝贝啊 一个劲往自己兜里边塞呀 几个人可都没注意到 那扇打开的门里 仿佛有着吞噬一切的黑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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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